刚才咱们的这个视频 是拍摄在咱们的嘉山博物馆 艺术馆 咱们这两家艺术馆 是什么时候落成的 我们在2018年 落成了两个艺术馆 全部都是我们自费修建的 全部都自费修建的 其中一个房子 是我们自己自有的厂房 改建了博物馆 另外一个是 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场地 但是里面装修 布置 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费的 你们做就行了呗 靠它卖赚钱 能够养活自己 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 为什么还要修这么一个艺术馆呢 我们想把大连背雕的 精美的背雕展示出来 想展示出来 而且我们艺术馆是免费 对外开放的 还免费 对 说实话我看到金老师这个作品 我第一的感受就是震撼 然后特别希望 第一我也会帮您去推荐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个 现在非裔的这样的协会 在做推动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本人也特别愿意 在向我们的粉丝和受众 至少在我范围内影响的 所有的女性去推广您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太美了 我相信每一个看到 金老师作品的人 都会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对 我们一定要组团去 我想问一下金老师 您今年高寿 我1944年出生的 77 您是多大开始学这个贝雕的 我49岁 是到工厂 到贝雕厂去做 到贝雕厂去做 从小就做这个东西 从小您还能记起来 最早是哪年 五六岁就开始做这个贝壳 五六岁就开始做 那足足做得有七十多年 为什么那么小 开始做这个呢 对啊 跟家里的老人学吗 因为过去我们是在海边上住 跟家里老人在学 那我想问一下金吉先生 您现在跟金老师在学吗 对 我一直也是从事这个贝雕行业 我从小就在贝雕厂长大了 就是 然后呢 我从18岁开始就进入工厂 正式在学 现在也是三十多年了 也学了三十多年了 制作了三十多年 有传承了 有传承 好 后继有人啊